据外国媒体报道,一些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神秘的石头,它并不属于地球,被称为海巴夏。 据研究表明它与地球上的石头截然不同,因为它的那种物质成分完全不符合太阳系其他物质的基本配方。 到今天为止,在太阳系中从未发现过这样结构和成分的物质,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海巴夏,是在上个世纪末期。 当时有一个科学团队在埃及的西南部地区执行科学任务,套查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这块神秘的石头。 由于其特殊的外观,科学家应也注意到了它,并随即将其带回实验室,进行更确切的研究。 从2013年发布的地质分析报告我们了解到,尽管这块石头是在地球上发现的,但它肯定不是地球的一部分,它甚至不是成规的远石或宇宙中的碎片。 我们只能把它命名为一块成分奇特的神秘石头。 何以肯定的是,到目前为止,科学家也并没有弄清楚海巴夏到底是怎样形成的。 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它,随时研究的不断深入。 海巴夏的秘密似乎更加令人困惑,某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分析了碳质曲针的海巴夏,发现其内部化神元素的比例是不符合太阳系规则的,它还含有矿物质。 可是要知道,它的身体内还是含有一种在太阳系中根本找不到的物质。 此外,科学家还发现,海巴夏的铝元素都是纯金属,就在太阳系中是非常坦见的。 与此同时,海巴夏含有一种化合物,这种有机的化合物是宇宙的尘埃的主要成分。 非常有趣的是,这个化合物已经证实是先于太阳系形成的。 换句话说,这个奇怪的海巴夏,很可能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前诞生的。 如今,科学家对它的探索仍在继续,从之前的研究和分析来看,它的来源也很古老。 至于它是如何形成的,为什么它来到了太阳系等等,是长期困扰科学家的哪题。 这些问题何时会被揭露还不得而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谢谢观看